醫管局主席范雄寧說 本港醫生與市民比例低 估計2030年會欠缺1600個醫生 支持當局人入海外醫生 長遠也要有其他陪陶 一方面政府幫助我們增加醫生人手供應 另一方面我們也在公立醫院推行不同的措施 改變服務模式 范雄寧說措施分為三方面 包括借助大數據及早識別年輕的 慢性病高危病人減少需求 提供更多日間同基層醫療服務 減少住院病人數量 同時發展智慧型醫院 協助醫護處理部分繁複醫療工作